我是百香果斑的洪光夕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大野狼 七只小羊 有一天羊妈妈说 我要出门采蘑菇绝对不能看 因为森林里有这很坏的大野狼 羊妈妈讲完就走了 不过没多久 再用声音来唱了 扣扣扣妈妈回来了 然后小羊说你不是妈妈 因为妈妈的声音很温柔 大野狼都生气了 他都吃了一个可以改变声音的喉 再回来也瞧瞧扣扣扣 妈妈回来了 然后再想 听到妈妈的声音 他还记得妈妈说的 不能随便乱开门 小羊 你把你的手伸进来给我们看看 大野狼都把他的手伸进窗户里 给小羊们看 小羊们说你不是妈妈 因为妈妈的手很白 大野狼都把他的手 沾满面粉的手 用面粉涂着白白的 太苦了 他就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然后小羊 听到妈妈的声音 他就叫大野狼 把他的手伸进来给小羊们看 大野狼都把沾满面粉的手伸进 屋子里给小羊们看 小羊们说 这是妈妈真的回来了 大野狼就 就 沖满面粉的手伸进屋子 把 把六只小羊都吃掉 然后呢 大野狼吃饱以后 都走去树下水里 然后 羊妈妈回来了 然后发现 门这么开着 房子也这么乱 躲在挂窗里的小羊都跳出来说 妈妈 我的哥哥姐姐都被大野狼吃掉了 妈妈 都带了一把剪刀和针线去找大野狼 找到以后呢 把大野狼都吃开 自己吃开 个章同时 自己逛 老板 二 Bart 羊媽媽都把一點石頭巾帶著狼狗 羊媽媽都把帶著狼的豆子縫起來了 他們都瘦了 大野狼起來以後 就覺得肚子怎麼這麼沉啊 想去河邊喝水 他要喝水的時候 石頭太粗 帶大野狼掉進城裡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教育